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回忆带给人家更多的启迪 让你心中有更多的启发 就是我们不应该做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去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 对不对 那师父你像中元节也是纪念过去已故的亲人 师父我们一般给他几张聊表我们对他的感 至少21张以上 21张以上 表表心意 其实也是送给自己的那个药金者一样的 不过你要看的最好是做梦做到的 你聊表心意 你要是表错的话 他已经投胎了 那么其他小鬼一看这位置没有他就来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心意不能随便聊表呢 哦明白了明白了 师父你再说明白了 还是给自己的药金者去 对对对 梦到的话你一定要给 或者没梦到的话你慢慢慢慢的经常梦不到 可能他早就投胎了